就是我觉得一个20岁的年轻人 可以在这么短的生命里面 做到很多可能很多人 要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 陈勋这首歌我唱给你听 我心内所得来 未知有你启 我的心病 叫我为了你 为这心意 亲亲思无理 亲爱的 惊征来 惊征来 總显得离 没想到 说没比手 anniовых 我们决定要唱这首歌之前 其实是两个礼拜前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 选这个歌要怎么唱 然后一个礼拜以后 就听到柯承勋的事情 我今天其实是带着一个 就是承勋的心情来唱这首歌 就是我觉得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可以在这么短的生命里面 做到很多人要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来参加比赛 他第一次上小巨蛋就是被你邀请的 对不对 为什么我那时候邀请他 那是他的梦想 我想说 我的演唱会绝对要有意义 每一段都同样 我没希望我的演唱会是为了贪心 我希望让需要的孩子有舞台 所以我让承勋上了那个舞台 可是却成为了最后的舞台 其实本来 本来在三个月前 陈勋曾经跟我讲说 第二次回来参加红人榜比赛 他好像越比 听到我们的讲评 就觉得他还要继续比吗 因为他好像又遇到撞强棋了 对 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 就是你有机会在这辈子 离音乐多近 你就要靠他多近 你鼓励了他 有一个让我们拭目的人就表示 这个人在我们心里面 曾经有让我们的付出过 跟带给我们一些强烈的印象 主要 有一个精彩的词 主要 在乐器 我听到这边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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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 我哭了 我想我哭了 是人 點彩虹夢中 難逢難逸 因為我對著你 見到心蜜蜜 夢夢過日子 心愛的 緊回來的 緊回來的 緊回來的心病 謝謝兩位老師 剛剛的首歌 真的聽了非常的感動 尤其是跟我們所有的人都有很關係 沒關係看到他站在舞台上唱過歌 還是表演過的人都會很快諒他 其實真的是菩薩安排 本來我今天要唱的是自己的新專輯的歌曲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我的第六感 就忽然間一直呼應了一首歌 然後我又知道這首歌是阿德老師 已經練很久就輸不的人了 真的在旁邊都在 然後我就說阿德 還是我們兩人來唱歌沒有人 哪會知道說 只要這樣決定後過不幾天 就接到了陳勳的消息 然後這個影像忽然間讓我放聲大哭 我一直很捨不得陳勳 但是我們必須要正向地去面對人生的話 我是可以說每個人都要經過這個禁止 那我也經過了阿德老師的開導 我真的 那個雖然我不能接受 但是我還是盡力 盡力 對啊 反正就是我覺得生命長短 真的不是重點 我覺得有重量是重點 讓這個重量會讓人想要去接觸 你知道有時候一個人的付出 是要有東西墜落 我們才有可能去幫忙 所以我們等於是互相完成了一個 一個愛的一個儀式那種感覺 那剛剛也很謝謝兩位老師 其實您的歌曲幫我們唱出了 對陳勳的想念跟不捨 然後他在我們心中一直都有一個位置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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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